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以为委屈巴巴发来语音 那也得见个面再分 这样吧 你替我去相个亲 你放心 对方不知道我长啥样 我言辞拒绝 不去 我这不能临时放人鸽子 以后我失恋了 谁还会给我介绍对象 我不为所动 不行 你只要见个面 然后委婉拒绝对方说不合适 是成后给你一千 地址 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富贵让我去 我跟导员称病请了假 应尼威的要求去宿舍收拾下自己 打扮成熟点 虽然是去拒绝相亲对象 但你别想着敷衍了事 抹黑我形象 前男正祥难吃 穿成熟点是吧 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我问设友富贵尧借了套衣服 他是个家教老师 长得甜美可爱 上课没多久就有学生跟他表白 富贵尧吓得连夜改头换面 从此以后 每当去上课 他的穿搭风格就从青春女大秒变教导主任 学生不表白了 家长也更信任了 我换上一套老师碎花裙 要是遮住满满胶原蛋白的脸 光看穿着至少老了二十岁 超级加倍 这够长脸吧 等我火急火燎 赶到见面的餐厅 时间刚刚好 倪威给我发来对方的信息 对方已经到了 穿白上衣飞裤子 坐靠窗的位置 我很快锁定目标人物 一个穿着白衬衣的男人 正背对着我坐在窗前 他在打电话 举着手机的手指骨节分明 光看背影就挺赏心悦目 做了几个深呼吸 我一鼓作气地走了过去 又一鼓作气地在男人对面坐下 对方也正抬眸向我看来 他戴着一副烟灰色戏边眼镜 镜片下的眼眸狭长漆黑 就这么随意望过来 都含着涉人心魄的温情 妈呀 如果你们知道我相亲对象长这么帅 你们也会觉得我命好的 你因为为了他那个合同前夫哥 居然放弃这么个爵士大帅哥 恋爱脑真的让人眼下 我瞬间对自己的犀利老教师 穿搭一百个不满意 相亲对象有片刻的惊讶 然后给我推过来一杯水 不确定道 你小姐 我有些心虚 低头喝了口水 你好 是 是我 他把自己手上的菜单 转了个方向递给我 看看吃什么 就在几分钟前 我想的还是吃饭是不可能吃饭的 说一句性别不合适 让他落花逃 但现在看菜单 好像还挺好吃 好吧 我承认 是对面的相亲对象 秀色可餐 我馋了 我低头认真点起餐来 没有注意到 对面的人正一顺不顺地打量着我 他靠在椅背上 坐得懒散 似乎在想些什么 点好餐 迎着对方探究的目光 我有些坐立不安 只好拼命灌水 带男科 对方推了推眼镜 大帅哥不愧是大帅哥 推个眼镜都这么有氛围感 送 我差点脱口而出自己的名字 及时杀住了 他疑惑地看着我 我脑子一抽 唱了起来 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是否还在 哈哈 我叫尼威 带男科低头扶额 我分明看到他嘴角扬起了笑 死嘴 你在瞎唱些什么呀 啊 带男科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原来自我介绍前 还要才艺表演啊 求你了 别说了 我脸皮还没有厚到 能承受住你的调侃啊 我赶紧转移话题 我今年29岁 房 房子有 父母年前给买的 车子是二手的 存款 我想了想尼威 整日里哭穷的嘴脸 斟酌道 应该没多少 带男科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29 我心里一咯噔 怎么姐姐看着 带男科拖长尾音 那么像大学生 大学生这么容易被认出来吗 我还特意穿的超级加倍战袍呢 怎么还会像大学生 难道是我的眼神太过智慧了吗 是 是吗 我紧张地感觉小腹一热 可能是我 长得闲小吧 带男科恩了声 认可了我这句闲小 对了你小姐 上次打电话听你声音 似乎跟现在不太像 我文言瞪大了眼睛 什么 他们还通过电话了 尼威说他们没有联系方式 沟通全靠中间人啊 这都不报备 尼威不是诚心跟我做姐妹的吧 我大脑飞快运转 那个 上次我嗓子不太舒服 怕他不信 我还壮似轻松地补充 隔着电话也听不真切 我觉得你的声音也不大一样 对方挑了挑眉 是吗 我立刻点点头 嗯嗯 不料对面竟笑了 他眼尾长而下坠 说不出是近还是欲 笑 笑什么 我有点紧张 带男科下巴一扬 笑意不减 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 虽然没想过亲 但大概流程我还是知道的 那就照着我的自我介绍来一遍吧 带男科正色道 带男科27岁 有房 自己买的 有车 全新的 存款 应该还可以 这么帅条件还这么好 用得着相亲吗 大街上随便抓一个 是男是女都要嫁给他吧 你为什么来相亲啊 带男科低头舌了一圈衬衫袖子 漫不经心道 不总香 需要还人情的时候 偶尔应一次 我有些好奇 你的媒人 是怎么介绍我的 带男科想了想 忽然名其一抹 有些玩味的笑 偏那双眼 生得寒情默默 说你年纪大 会疼人 我幸灾乐祸地 拿起手机 给尼薇发信息 姐 她说你老 尼薇也是闲的 回得很快 她见的是你 我刚想回 突然觉得小腹一坠 随即一股热流 在大腿间蔓延开来 这感觉 我大脑嗡的一声 炸开了 这结果眼 居然来亲戚了 怪不得一直觉得 小腹难受 还以为是紧张导致的 怎么办 衣服肯定脏了 一会儿怎么回去呢 这碎花裙很薄 椅子也该粘上了吧 老板会不会让我赔钱 我越想越凄苦 不该贪图那一千块钱的 你为从不做好事 这不是家族公认的吗 痛经一点点朝我袭来 我忍着痛 家菜的手都有些发抖 我魂不守舍地吃着东西 心里一急 不小心咬了舌头 我撕了一声 腿间又是阵阵粘腻 戴南科健壮轻声问道 怎么了 我生理性眼泪都疼出来了 抬头看着戴南科 手在嘴边扇了扇 咬舌头了 戴南科文言 有些哭笑不得 递了纸给我 慢点吃 别什么都咬 我接过纸 痛经又舌头痛 外加心理压力 我结结实实地哭了起来 呜呜呜呜呜 痛似了 戴南科哪里想得到这种事 都能哭起来 他有些愕然 我看看 咬成什么样了 我文言 伸了一小截舌尖出来 呜呜呜呜呜地看着他 戴南科看不太清 轻着半边身子凑近了些 他仔细辨认 红了一块咬得不轻 我把舌头缩了回去 抹了抹眼泪 就说很痛 戴南科下巴 朝餐桌挪了挪 还能吃吗 带你去买药 我看着满桌子的好吃的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吃完吧 戴南科看起来有点无语 这么乱七八糟地哭了一场 倒是好过了不少 思路也跟着活跃起来 我语气带着些讨好的看着对面 待会儿你能去帮我买药吗 想了想 故作老成地叫了声 小戴 戴南科像是对这个称呼感到新奇 他擦了擦嘴 懒洋洋地开口 能 怎么不能 我非常会顺杠爬 那顺便再买一包经济裤 和一条裙子过来 你觉得可以吗 戴南科拿着餐布的手一顿 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就是安睡库 你不知道吗 算了 你跟商场的人这么说就好了 人会拿给你的 戴南科看了我好半天 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你 一瞬间 竟也有点词穷 第一次见面 就让相亲对象买经济库 也是够炸裂的 但人有三级 更何况是大姨妈 这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完全没必要 这顿我请了 我笑咪咪道 从卫生间换好衣服出来 我问服务员要了个黑袋子 把脏裙子卷成一团放了进去 出了餐厅 戴南科车子停在路边 我打开副驾驶车门坐了进去 戴南科在跟人打电话 见我上来便指了纸安全带 示意我扣好 人已经到了吗 嗯 知道了 半小时后到 她挂了电话 看了我一眼 我有个会急着开 开完会再送你回去 我搂着肚子想了想 自己好像还没完成表姐交代的事 勉强打起精神来 好 二十分钟后 车子缓缓驶入地下停车场 我跟着戴南科下了车 坐上电梯 电梯到了一楼时 涌进来不少人 我紧挨着戴南科 听到他们向他打招呼 戴总好 戴南科简单地点了点头 他不笑的时候 气质冷冽 很有距离感 我不用想起 就在刚刚 他提着包粉色安睡裤给我 耳尖泛红的样子 这反差 真带劲 我没忍住 扑呲笑出声 戴南科站在我前面 听到声音回过头来 好点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周围的人似乎都竖起了耳朵 我甚至看到 有好几个女生 正透过电梯的镜面 好奇地打亮我 戴南科给我买的是一件浅绿色连衣裙 脱掉了那身超级加倍的战袍 我又变回年轻漂亮的女大 我们站在一起颇为登队 很难不让人遐想 毕竟上班人 八卦魂 我老实回答 舌头还有点痛 戴南科斜靠着电梯内壁 声音低沉又蛊惑 让你吃得那么急 原本有些嘈杂的电梯 瞬间变得落真可闻 不不不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你们的表情不要那么亢奋 戴南科把我带到他办公室 嘱咐我 不会开很久 你等我一下 我有些不舒服 很快在沙发上睡着了 等我醒来 戴南科正坐在我对面办公 我身上盖了条毯子 醒了 哦不饿 我摇摇头 发现居然已经四点了 幸好下午没课 那我送你回学校 我立马清醒了 神 什么学校 戴南科从桌上拿起一张卡 你学生证掉我车上了 我欲哭无泪 为一千块默哀 都怪这个破证 我本来伪装得天衣无缝 戴南科的嘴角抽了抽 吃饭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没跟你威通过电话 我反应过来 有些生气 你炸我 你先骗我的 我泄气 只好把前因后果解释了一遍 回头跟中间人说 你跟我姐没看对眼 可别说我姐骗你 戴南科走过来 坐在我对面 他把椅子拉近了点 我是跟你相亲的 你重新介绍下自己 我咽了咽口水 无法拒绝帅哥的要求 我叫宋芝 在读大三 二十岁 没房没车 也没有存款 只有一点点生活费了 戴南科把微信 二维码举到我跟前 加我 加了好友之后 他给我开了一张 最高额度的亲属卡 我不解 戴南科收了手机 目光柔和地看向我 我很满意你 想跟你继续接触下去 你愿意吗 我矜持了三秒 忙不迭地点了点头 那我承包一下 你以后的生活费 这就是跟熟男 相亲的快乐吗 亲属卡的是 很快被我抛之脑后 才见过一次面 这钱我也不会用 第二天下课 傅新瑶拉着我去 学校北门新开的一家 奶茶店 试试新品 新店有折扣 我点了一杯 料多量大的果汁筒 才9块9 结账默认了 从亲属卡扣费 等我反应过来时 钱已经花出去了 亲属卡扣费 戴南科那边 是会收到提示的 他不至于为了 这9块9找我麻烦吧 他看起来 不像那么抠门的人 可网上吐槽 乡亲男的案例太多了 我不能过于乐观 果然 下一秒 戴南科的信息就追了过来 你买了什么 花了9块9 这质问听得我郁闷极了 昨天对戴南科的好感度 尽数归零 忍不住跟傅新瑶吐槽 我把前因后果跟他说了一遍 但傅新瑶非常理智 他坚持要知道对方长相后在站队 你把他照片给我看看 谁对谁错我一眼就能分辨 为了让这色P跟我统一战线 我胡周到 他长得很一般 朋友圈都没有照片 还是那句话 谁长得帅人都住不露脸的 傅新瑶觉得很有道理 立刻站在了我这边 相亲能有几个靠谱的 这种男的 自己为了冲大头 给你开个亲属卡 你不用吧 他觉得你故作姿态 你真用了吧 他又破防 回头说你一句捞女 真乐子还得看相亲男 我越想越觉得 带男科就是这么的心理 这才刚扣费 就来兴师问罪了 长得人母狗样 原来干的不是人事 手里的奶茶瞬间不香了 我给带男科发了个9块9的转账 又回了局 买了杯奶茶 发了消息我就没再管 忙了回社团的事 又去操场跑了几圈 八点回到宿舍 我冲了早上床 这才打开手机 微信有十多条未读信息 全是带男科发来的 这是被我还钱的动作 戳穿了小心思恼羞成怒了 点开对话框 我不由愣了 我还了9块9后 带男科先是回了一串问号 然后发起了数十笔转账 全是9999的大红包 我数了好几次 足足发了十一个 9999 十万多 是他疯了还是被盗号了 我的意思是 吃点好的去 不是怪你花钱 开了卡就是给你用的 十个红包提现 还得扣手续费 凑不了整 再给你发一个 你说的整 是十万整啊 这么大额的红包 我自然不敢收 我可耻地想起了 他相亲时的自我介绍 他说存款应该还可以 能拿出十多万发红包的 这哪里是还可以 太谦虚了小戴 见我一直没收 带男科给我谈了条视频通话来 我整理了下头发 摁了接通键 带男科打量了下我身后的环境 回宿舍了 我点点头 看他还坐在办公室 你还没下班吗 带男科把镜头对准他的电脑 还有一点蛮功 他话风一转 不是你气我 我早坐完下班了 我有点心虚 我怎么气你了 我只是问一句你买了什么 你就翻脸不认人 给我回九块九 是不是太没良心了 我有点想笑 是啊 我就是没良心的人了 电脑屏幕反射的蓝光 落在带男科脸部的轮廓上 静谧又温柔 他嘴角牵起的笑 似乎也柔和了些 小没良心的 消失这么久 没少吐槽我吧 我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这时 傅心摇刚好从我身后路过 他不经意瞥了眼我的屏幕 立刻不淡定了 宋之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相亲对象 我按道不妙 在他审视的目光下 艰难地点了点头 这事就是你不对了 傅心摇的脸这么地发邪 且不说你们昨天吃的饭 是人家通过节的账 光是那件绿色的连衣裙 就要好几千块 你不识货我可不眼瞎 人家对你出手这么大方 怎么会在意区区九块九 你以小人之心恶意揣摩别人 我现在判定你为过错方 这位姐 你当时不是这么说的 判官傅心摇走后 戴难科评价了一句 清汤大老爷 他又饶有兴趣地盯着屏幕 补偿我 我能屈能伸 你想要什么补偿 过两天陪我去参加个婚礼 我想了想 就宠你一次吧 戴难科在那头笑了一声 挂了电话 他见我一直不收红包 干脆搜我的号码 在支付宝又给我发了 11个9999 支付宝不需要我领取 自动存入我的账户 到账声音响了多少下 副判官就翻了多少次声 含个钱 却被债主拿钱砸成富婆这种事 什么时候能轮到我 参加婚礼这天 我穿了件颜色低调的裙子 妆也化得淡 坚决不在别人的婚礼上 又唱又跳 我转了一圈 问傅心瑶好不好看 傅心瑶看过来 他有些生无可恋 我刚安慰自己 长得还挺耐看的 转头看到 你我天塌了 我将起诉我的长相 我嘴角一抽 有钱起诉吗你 我将贷款起诉 还得起吗你 傅心瑶捂住胸口 你怎么追着杀 我被他撵出宿舍 到校门口 带难科的车 刚好停在我面前 坐上副驾驶 我偷瞄了他好几眼 他今天穿得随意 还不如和我相亲时穿得正式 但他穿出了超绝松弛感 果然脸是最好的时尚单品 带难科不像我这样矜持 他直白地盯了我好一会儿 我有些不自在 问他怎么样 不会给你丢人吧 带难科启动车子 跟你走一块 大家都以为我很有钱 虽然我确实小有自产 他这么一打去 我的紧张感顿时烟消云散 他下巴朝扶手箱挪了挪 磨 买了点吃的 你先垫垫肚子 我由衷地感慨 贴心啊小戴 带难科眼尾弯了弯 应该的 追人吗 我脸有些红 趁着等绿灯的功夫 带难科又抽开我面前的储物箱 拿出一个礼盒给我 打开看看 我打开 里面是一条蝴蝶项链 蝴蝶是蝶翅的形态 既轻盈又优雅 只一眼我就爱上了 带难科看我这样子 不由挑了挑眉 看来我眼光还不错 这条项链是某顶奢品牌的 我有些不敢收 你陪我参加婚礼 我送你个小礼物 不过分吧 我一边戴上 一边嘟囊 还给我精心准备首饰 难不成是参加前任的婚礼 带难科沉默了 我一脸便秘 不是吧哥哥 婚礼现场 我跟带难科入座 期间有很多人来跟他打招呼 他们看见我 都会问一句 我是不是他女朋友 他一律回答 再追 有结果会官宣 众人都是一副 大跌眼镜的样子 我跟他摇耳朵 你没追过人吗 他们怎么这么震惊 没有 朋友们一度怀疑 我性取向 沉默片刻 我真诚发问 那你性取向是 他附在我耳边 你 温热的气息 残留在我耳记 我有些心痒 那你证明给我看 带难科拿起桌上的水 喝了一口 眼神上上下下掠过我 我莫名觉得 有些口干舌燥 眼神开车 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婚礼仪式开始 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 缓缓走来 她不断在人群中张望 仿佛在找什么人 在看到带难科后 原本黯淡的毛子 亮了一瞬 触及到她旁边的我时 眼神又变得锐利起来 好精彩的变脸 刚在来的路上 带难科跟我解释了 她跟新娘的关系 新娘名叫己盈 带难科和她算得上青梅竹马 双方的妈妈又是好闺蜜 也起过撮合她俩的心思 带难科不愿意 但己盈喜欢她 从上中学开始 己盈就曾无数次跟她表白 都被带难科无情拒绝 期间她去国外深造 二人联系少了 带难科以为自己摆脱了她 可她刚回国 居然被己盈妈妈下了药 把她送上了己盈的床 幸好戴母及时阻止了这一切 戴难科一点就情不念 彻底和妓家翻脸 戴母也不再和继母来往 不久前 继母过世 戴母心软 觉得两家不至于闹得这么难看 她好话说尽才说服戴难科 参加己盈的婚礼 我听完缓缓吐出一口气 不是前任胜似前任啊 思怡在台上宣读誓词 己盈看上去 有些心不在焉 她的目光时不时投过来 戴难科一眼都不看她 新郎有些富态 满面红光地对着己盈大声承诺 我愿意 轮到己盈时 她却迟迟没有开口 也没有伸手戴戒指 底下的议论声 渐渐大了起来 眼看新郎的脸上挂不住 大家纷纷打圆场 让新娘别紧张 在众人的起哄中 己盈扯下头杀 提起裙摆 就往台下飞奔过来 她在戴难科面前站定 喘着气 真诚而又热烈地向她伸出手 你愿意带我走吗 现场瞬间鸦雀无声 我瞠目结舌 见过抢婚的 没见过新娘 主动要求被抢的 戴难科身上的 气压低的吓人 可己盈还是执着地伸着手 眼神哀求地看着她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起身把戴难科拉到身后 婉拒了哈 你的新郎在台上 是不是老眼昏花认错人了 我也是给她台阶下 乃至这姐跟吃了枪药一样 火气精准对着我发 你哪位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替她做决定 我的语气也硬了很多 大姐 大庭广众之下 你当着新郎的面 要拐走我男朋友 你脸是挺大的 但先别这么大 己盈恨不得把我生吞活泼 她说出口的话也极难听 哪来的小见货 我跟她认识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 在哪个老男人的床上 话音刚落 一大杯红酒 迎面砸在了她脸上 碎片蹦简 酒水滴落 很快把己盈洁白的礼服染红 戴南科牵起我的手 满眼憎恶地对着己盈道 嘴巴放干净点 别逼我在你婚礼上删你 她一边拉我走 一边头也不回地向后摆手 各位 回见 往后有她己盈的地方 就没有我 真蛮帅的 我跟戴南科的关系火速升温 傅星瑶贼兮兮地问我 你俩什么进度了 我思考了一下 她摸过我的 傅星瑶眼冒绿光 展开说说 她摸过我的脸 傅星瑶顿时萎靡下去 这么大尺度 你不要命了 她不死心地问 你俩没亲过 我摇摇头 那你不想亲她 我立刻疯狂点头 想想想 好几次被她蛊惑到 我都想摁着她亲 那你亲啊 你不亲是因为没嘴吗 经良心设有的点拨 我决定用一个稳来结束 我和戴南科之间的暧昧关系 我约她看电影 准备在黑灯瞎火的氛围下 把她这样那样亲个够 光是想想 我都亢奋了 电影院离学校近 我让戴南科直接去影院集合 不用来接我 她跟我发消息说到了的时候 我刚从学校出来 但半路杀出个臭黄毛 我被倪威的合同男朋友拦住了去路 你姐呢 她不见了 你告诉我 她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我一脸懵 努力想稳住她 但此刻的董亮像发怒的狮子 根本不听我的解释 她一把抢我的手机 在我反应过来 之前用我的脸解了锁 她翻开我跟倪威的聊天记录 最新聊天记录还停留在 她问我戴南科长什么样 我回 惊天动地大帅哥 她开玩笑说了句 那我是丢了西瓜 捡了芝麻呀 就是这句话 把董亮气得直接砸我手机 我心疼地捡起手机 发现已经开不了机了 我上去想跟她拼命 董亮架住我 走 找你姐去 我怕她出意外 我也担心我姐 无奈只好妥协 先跟着她去找人 董亮骑了辆鬼火摩托车 我让她在影院停一下 我下去跟朋友打声招呼 乃至这小子急得一刻都等不了 路过电影院也不让我下车 我在后座狠狠宁了她一把 要不是我姐男朋友 我能把她打成碎片 找了一天 最后在本市的一座寺庙里找到了她 因为看到我们还有点错额 我就求点财 你们这架势 看起来想害命啊 我气得反手给了她一个暴力 因为跟董亮吵了一路 我一度以为她俩要一拍两散 但把我送到学校后 俩人又好的能穿一条裤子 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 大晚上 我还跑去电影院找带南科 她当然不在 我一脸沮丧 不仅人没亲到 还给弄丢了 董亮很愧疚 迟来的愧疚比草还清贱 她大方地给我塞了400块钱 多大点事 修手机去 我手机修好 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 我第一时间打开微信 看到带南科给我发了很多消息 你慢慢来 不着急 电影快开场了 迟到大王 一会儿错过 开头你看不懂了 人呢 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出什么事了吗 看到回我一个消息 我很担心你 不是跟我说 今天你有大动作吗 你的大动作就是玩失踪 送支 接电话 我心一颤 立马给她回了个电话 她没接 连续打了几个 她都没有接 我给她发信息 嗚嗚嗚 哥哥 我可以解释 哪知她秒回 你就是为了那么个黄毛 放我鸽子 我一搁灯 你看到了 带南科没回我 这是气狠了呀 我继续发消息 你家地址给我一个 我去你家跟你解释 这次她倒是回了 我在公司 给我吗 我先去你家 准备准备怎么道歉啊 过了一会儿 她发来一个地址 17楼 密码是我生日 951022 我到她家后 被她的300瓶大瓶层 狠狠震慑到了 不仅面积大 装修得还十分有品味 硬妆以黑白灰为主 软妆却透露出 很多细节小巧思 中和了硬妆的清冷 就像她这个人 看着是高领之花 但仔细相处就会发现 她既体贴又细腻 我花俩小时 做了四菜一汤 色香味俱全 我很喜欢做饭 喜欢用食物填饱 自己胃的感觉 尝过我手艺的人 就没有不夸我的 做完菜后 我又花一个小时 捣吃了下自己 六点来中 我听到门外传来动静 我最后在穿衣镜前 检查了一遍 没有卡粉 妆容精致 连发丝都完美的 无懈可击 我酝酿了几秒 率先拉开了房门 被门外的帅哥 硬控几秒后 我矜持地邀请她 小戴 请进 戴南科这么稳重一南的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瞳孔都不由微微放大 很好 效果很显著 她进了屋 目光一秒都没从我身上挪开 好半天 她的眉眼舒展开 嘴角浅浅地晕开一抹笑 一抹愉悦的笑 呵呵男人 姐只要略施小计 我路过穿衣镜 满意地看向自己 卷发 狐狐狸耳朵 毛茸茸的尾巴 以及白色丝袜 我穿了身 狐狸女葡萄装 戴南科握拳 倾咳一声 不是要道歉 这种时候了 她还装什么正经 我穿成这样 难道不是道歉吗 我十分委屈 在她面前蹲下 抬头看她 戴南科滚了滚猴结 头向我的眼神 晦暗不明 那个黄毛是倪威的男朋友 她跟黄毛吵架 一气之下 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找她找了一天 黄毛这个超熊 把我手机摔了 还不让我下车 跟你说清楚 我不是故意放你鸽子的 我昨天真有大动作来着 戴南科的目光 始终粘在我身上 什么大动作 这我哪有脸说 我即使闭了嘴 但依旧委屈巴巴地 趴在她膝盖上 我送个小狐狸给你好不好 你不要生气了 戴南科忍无可忍 俯身吻了过来 就在我们吻得难舍难分 她手都搭上我丝袜的时候 我的手机响了 哪个天杀的 这么不合时宜地给我打电话 电话切而不舍地响着 我欲哭无泪 挣扎着要起身 戴南科摁着我不放 目光还蕴藏着汹涌的情欲 我小声道 可能是我舍友 应该是来问我晚上回不回去 戴南科在我嘴角亲了一下 她在耳边蛊惑道 那你回去吗 我有些清喘 为自己证明 我正经来道歉的 戴南科笑了笑 你的手先从我衣服里出去再说 我跟戴南科的恋爱 一直谈到大学毕业 傅星瑶比我妈还着急 一毕业就催婚 我合理怀疑 这是她老板给她订的K派 她老板是戴南科 大四这年 她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以及那么一点后门 顺利进入戴南科的公司实习 她吓唬我道 最近秋招 公司里来了一批年轻美貌的大美女 她们可不管老板有没有对象 个个恨不得网上贴 我一听也有些急了 那结婚这种事总不能我来提吧 傅星瑶牛眼就是一瞪 数落我 女方求婚怎么了 你是什么小封建 跟傅星瑶这个杨气佬密谋了好些天 我终于下定决心向戴南科求婚 求婚当日 我约戴南科去海边度假 九月底 城市已经入秋 海边的温度刚刚好 戴南科穿得休闲 海风吹着她的碎发 让她看上去比平时更加生动肆意 我把相机递给她 平时出去玩都是我拍你 这次换你来拍我 戴南科接过相机 给女朋友拍照的压迫改 让她没了自信 要是拍不好你不要生气 你教教我好不好 说实话 我蛮想亲她的 她不自信的样子狠狠戳中了我 但我生生忍住了 我大方白手 你随便拍 我有美貌撑着 戴南科释然 也对 她摁下快门的时候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横幅 干净利落地展开 上面写着 戴南科和我结婚吧 戴南科动作僵住 她从取景器里抬起头 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向我手上的横幅 她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 又在取景器里确认了一点 请好的路人演员们 拿着鲜花气球彩带 还有蛋糕 从四面八方向我靠近 傅新尧也在其中 她给我别上头杀 我穿了一身白裙 走到戴南科面前 单膝下跪 把戒指和展开 气氛到了 还没求我 已经开始感动了 我看向戴南科 她也正看着我 此刻她眼中盛放的爱意 比任何时候都要直白 准备好的台词 我一句都不记得 不管了 急性发挥吧 我开口道 惊喜吧 没被女孩子求过婚吧 傅新尧见我没按稿子念 有些急眼 毕竟那稿子 她还激情参与了 她暗中踢了踢我 你那个好下属说 再不求婚 你就要被别人抢走了 我不想你被抢走 这两年来 你一直很包容我 不管我闯了多大的祸 惹你生了多大的气 只要我一哄 你还是会不计前嫌的 对我好 我没有说你很好哄的意思 我只是 只是惊讶于你对我的心软 我很庆幸 两年前我为了一千块 去和你相亲 后来我曾无数次庆幸 这个决定 其实见你的第一面 我已经开始幻想 我们的未来了 从小到大 我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 对我来说 大部分人和事物 只要顺其自然就好 但戴南科 你不一样 我对你势在必得 我想和你结婚 你愿意吗 戴南科眨了眨眼 她眼中晶莹 眼尾泛红 却还预盖弥彰道 风太大了 嗯 你一点都不想哭 你想好了吗 戴南科目不转睛地 注视着我 和我结婚 就要永永远远地 和我在一起 你连半点分开的心思 都不准有 你确定吗 我用力点头 戴南科阳唇 风也温柔 她也温柔 那么 我愿意 新婚夜里 戴南科摸索着我的礼服 在我耳边低吟 老婆 你到底会不会哭 我双颊潮红 搂着她的脖梗 不会 她嘘出一口气 我说的是到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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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